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次世界发生一些事情 应了我说的 我就立即会说 这个世界下一部分会怎样 记得吗? 我不一定是这样的 或者你会问 为何这样 又说 为何我认识 我是因为听到谋略的灵 用word的方式 用程式的方式 告诉他 告诉他 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开启了这几个program 所以他现在会变成这样 既然现在开启了这个program 到了现在 就像我看圣经那样 我一样会知道他将来会怎样 其实是这样的 只不过这个word当中 关于predict的一群word 其中一群就是wrap up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你会看到我 其实能够解读到这么多东西 你觉得神乎其其的嘛 即是Paul King也走在一边 他一世都不敢 又说不知 一年里面讲的预言多了 准确程度一 没有偏差 几疯狂的 其实就是因为他对神说不及 Paul King 你现在知道了Paul King的参照物是什么 还有他的恩赐云作级数最多是听到声音 有感动 我的参照物是来自神的话 和他这么窄的参照物 我这么阔的参照物 两者出来的选择是不同的 我是将全世界会有的运转 香港 香港的社会 世界世界的政治 他们会有的战争 现在这个时候应该要出什么 这个时候会有什么发生 对不对 就是你看到你们一边聊而已 我刚刚这个时候讲起来 先讲讲这个时代 应该就来会发生什么了 好了 然后出街的时候又发生 当然这个是神的恩典的印证 但是为什么我会想向这方面呢 是因为根本我有神的心态 再加上我有神的计划 而并且我以前 就是懂得用这个参照物 去计划到一个人 或者因此所计划到 但是慢慢我可以知道一群人 然后我知道一间教会 我知道后来是一个城市 现在我全世界都可以理解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根本这个世界 是神用他的话语托着万有的 我就是从这样去理解神 所以你能够想象 如果不用我现在讲的方法 有生之年 都不用只有人类做到这东西 是有生之年 因为圣经写成已经预了有电脑 你自己看拜托国的字 他预了电脑会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方式 去拆解它 但很可惜的是 当你这样要求一群古老到 连用智能电话都要监的全职 你叫我教他们用电脑 那真是难得很重要 因为太难了 可以选择就不选择 但是你知道 尤其是我现在走这条路 选择 我用一条命放下去 要我哄你去学 那就没有了 我有生之年当中 从来没有监过我 熟灵一对一 监粗会学电脑 从来没有 因为 太多了 要求太多了 因为你做一做一做 你会发现很弃力 你不是那种野人才 你会觉得很弃力 除非你真的看出了那个解释 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 中间当然 不无就是 有神给我的恩赐 和恩典 但是这个恩赐恩典 是来自我原作才有的 你被人监你去做就没有了 但是只不过 刺恩就不同了 因为他本身真是很狠 很狠狠 而且他真的遇到困境 那我就告诉他 你一定要学电脑 你学电脑制 你一定要想办法去搞定他 当然在学电脑道神 就给他很多奇妙的安排 那真的一定要诚心意 因为如果 他就算成为我的reporter 就是想成一个记者而已 那只有一人知道 你记者 你也要越接近 那个实情去报道才是最好的 如果他完全不知道 我用电脑方式去想这个世界 去解读我的信仰的话 他怎样报道 他报道什么 他报道最多就是 他跟听的人一样都不知道 我究竟做什么 为什么做到这样 所以 当然不是等于 所有认识电脑的人 都会变成熟灵鬼眼 只不过会把电脑 放入这件事才行 等于不是每个认识AOE的人 都一定是策略家 这个世界 哇 很多都是策略家 不是 是会把AOE放入信仰 而是会把AOE放入信仰 《约书亚记》第24章第14节 演唱这门要经为AOE 情深 十二的侍奉它 将你无恋祷在大河那边 皇座带 及所侍奉的神取调 希望AO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